来关心移工的工作权 有立委公布了移工跟新仲介的对话内容 发现移工在要转换雇主的时候 原本的仲介竟然会开口要好几万元 才愿意把相关的文件交出来 对于移工是要付钱赎身 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问题 立委现在质疑劳动部根本没在管 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将近70万 但在转换雇主的时候 却面临困境 移工转换雇主需要有费聘相关资料 却很难自行取得 就连联络方式往往都被填上仲介的 雇主被屏蔽资讯无良仲介 趁机收取高额的买工费 居然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3月 还有超过一半的案件上面 全部都只是填满仲介的联系方式 你根本就找不到雇主的联络方式 这个在行政上面没办法处理吗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 我们应该要让移工能够更方便的去取得 取得自己应该取得的资讯 而不是让这些东西 因为制度的关系 继续被部分的不肖业者 继续扣在手上 其实立委早就提出质疑 但劳动部到现在还是提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这群来自东南亚的蓝领移工 称起台湾制造业和长照的重担 但劳动权益却被长期忽畜 立委督促劳动部不要让类似的非法支出 继续常态化转嫁到雇主身上 更不要因为中央机关的行政怠惰 让台湾留下国际污点 华市新闻 黄沛华李漆亭台北报道